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我完全理解 而且我也觉得这个做法是对的 因为它主要现在特别重要的是怀疑 就担心了这个病毒的变异的毒株 因为在现在中国这么大面积的 疫情的感染的情况下 非常容易产生变异毒株 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 就是潜在的风险是非常高的 这个也在过去历史当中 在过去三年当中也都是类似的 就是越大的易感人群 越大的感染者 这个时候产生变异毒株的可能性 就非常的大 我实际上是前天28号 就是正好去一个朋友家去吃饭 这个朋友他就是NH NH是一个非常senior的一个科学家 他所领导的团队就是在做免疫系统 我们也讨论了中国现在的疫情 然后和美国这边应对的办法 他就提出来NH其实就是现在所关注的 实际上就是现在是不是在中国出现了 一些我们过去没有看到的这种病毒的毒株 然后这一点是现在应该是全世界都在关注的这件事情 所以像包括布林肯国务卿 在跟网易通电话的时候也是专门强调 说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合作 为世界提供现在的新的病毒的 发现了新的病毒的这个基因测序 然后这个是已经非常明确的提出来了 作为政府之间的这个要求 但是目前来说我们没有看到 国内的这个病毒所 传染病中心 现在因为有很多的科学家 我们都是都是熟悉的或者有关系的 所以都没有都没有这相关的信息呢 现在爆出来 然后呢我也看到了刚才这个郑旭光发来的 说欧盟的这个态度 欧盟认为呢现在呢必要性不大 而这个意大利呢 这个总理已经非常明确的讲 现在呢这个目前来说 这个就是中国的游客当中检测的 应该有将近一半是感染了 是阳性 但是呢没有发现这个超出 Omicron的这个这个范围的这个病株 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呢 现在呢大家呢应该说心里的还是 相对踏实 但是呢现在就是作为这个专业的人士啊 他实际上是非常关注的 非常关注的 所以我认为呢现在政府采取的这个限制措施 其实呢并没有像中国政府前一段时间那么强烈的 说直接要求你强制 强制隔离啊 没有这样的 他只是要求你48小时的核酸检测 另外呢如果你确实有 那另当别论了 所以呢他这一切啊 都是因为要出于保护 保护本国国民 保护美国的公民 而且呢这个他针对的并不是专门针对中国公民 他是针对来自于中国大陆的所有的旅行者 包括美国公民 如果美国公民坐飞机过来也是一样的 也是一视同仁的 所以呢从这些角度来说呢 我觉得都是适当的 另外呢我不知道你们两位 这个嘉宾是不是注意到了 这两天呢就是不算这两天 这两个星期左右吧 不断的会收到政府发的email 就是告诉你 就是当地政府发的email 就告诉你到哪去 可以领到那个 那个试剂盒 自测的那个试剂盒 这已经有一段时间不再领了 已经有一段时间不再领了 前一段时间领过一段 最近呢又开始领了 因为什么 因为就是这个美国CDC的官员们 我说他们一直在仔细的在观察 在跟踪 他现在发现呢 这个潜在的风险大了 所以他现在要求呢 就是说你只要有这个预案网 你要测 你自测的话 你就赶紧可以到这个 给政府写一个信 政府呢就会通过UPS 就会给你邮寄这个试剂盒 所以呢就便于你整个疫情的防控 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健康的 良性的一个跟公民的一个互动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美日限制中国游客的这个 这个做法呢 实际上是非常能够理解的 而且我支持 你刚才提到这个 就是说除了那个检测 寄送检测这个荷包 给所有美国公民 当然美国好像官方 要开始对所有啊 所有国际航班的这个 机舱里面的废水 要进行检测 他们想查一查到底 除了这个 现在的奥米克罗之外 有没有别的病毒 变种病毒 当然因为 现在从检测有时候 做不出来 所以从想要从 国际航班的这个废水来产生 这个 你怎么样来看待 美国跟日本 其实澳洲跟纽线上 也还没跟进 跟很多国家一样 都没跟进 澳洲你也知道 当初要查新冠的源头 那现在他还不想跟进 但是美国日本 首先在这一波 中国要开放的时候 采取了这样一个措施 你的看法呢 对甚至日本 而且从目前的措施来看 日本是最严的 美国其实说 要你出示这个黑算证明 印度是对所有的 不单是对中国 对来到韩国 对来到日本 等等都要 所以说印度谈不下 其他的澳洲就是意大利 就是说这都其实是对中国 就是这样一个 这个要求的 其实国家并不是很多 并不是很少 相对少的 对对对 我们看到中国就是放开 中国就是放开 同时还有点要求 也有点要求 就是说对外国 外国旅客来来来 来中国的 也要起48小时的 黑算音声证明 同样是中国 也是还是有这么个要求的 那既然你对人家有要求 当然就就就人家 对你也也有这个要求 这个这个从他本国公民的 这样一个健康角度考虑到 我觉得是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现在在中国的舆论里面 有一种有一种声音 就是说当时你们 就是说中国风空的时候 你们要在中国放开 现在中国放开了 你们又要在中国公民 就是这样一个这样 这样一个限制 所以这里面是就就就 就是说这个 恒水做什么都是你们有理 那这里面是不是 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因素 在里面呢 我也不能讲 完全没有 比如讲对日本来讲 我可能住的多多少 是不是也有这么一点 一点因素在里面 对美国我觉得是 没有这个因素考虑 但是对于对于 这个别的特定国家 可能可能我觉得会有 会有会有会有 会有这个因素考虑 所以所以这个 我们看到中国舆论里面 说要既然你限制 我也进行 呼吁中国政府要对等 对着来自日本 或者来自这个这个 这个美国 或者来自其他的国家 这个印度 等等也也要进行这个 进行这个检测 但是好在 好在中国政府到现代为止 还没有做出这样一个对等 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回应 那这之后 是不是有更大的 更多的国家加入 我觉得还是看这个疫情的 疫情的发展 因为现在普遍例如 这样一个疫情的高峰 还没有到来 高峰要到 可能是不是现在是第一波 那么第二波高峰 是不是就到春节期间 那个是不是 因为现在从各种 就是说中国政府的公开的 或者苏夏的这样一个 区域道理员 并没有看到这样一个 深的变异 这个病毒出来 我觉得中国这波 大面积的这样一个感染 确实说有一些 说不明白的 在说不清楚的地方 那说不清楚的地方 对于人们来讲 就是一个猜测 就是说还没有早 就是说没有发生一个 新的变异病毒的 这个就是说有 就是已经出了这个病毒 这样的病毒 但是你还没发生而已 但是现在既然说官方讲 没有发生这样的病毒 我们的固执几年 上次官方的这个 是不是还没有 没有出生 所以假如说出生以后 过时就过 就是再过十几天 春节或者春节过后的话了 确实这种变异病毒 那么可能对中国精神 履习限制的国家 可能会会多起来 假如没有出生这种的话 那是就叫春节的高峰的 过去的话了 那有可能就是说 我觉得就是会会会 可能就是这些 限制的时候 有可能就会写出了 所以讲这个 比如讲这种 这种对中国没有 建设的东南亚 那种几个国家都没有 特别是新加坡没有 包括这个 包括这个澳大利亚 也没有的中国 那我想呢 他们可能存 更多的还也是 从政治因素的考虑 就是说 就都如果限制 比如讲澳大利亚 刚刚跟中国打开架 打这个官司热落起来 限制了 是不是又重生 让两个官司 会有些那个 那么新加坡 可能也很明显 另外我们就知道 新加坡 这个一算是 也紧跟这个 这个西方国家 紧跟美国的做法 但是这都也没有 那可能也纯正是 出于围结跟中国关系 这样一个考量 那么这种关系 出于围结跟中国关系 对日本来讲 可能就是 考量的就是淡一点 那根本的考量 是公民的安全 这个视频呢 你觉得公民的安全 还是政治因素 来来来来 来导致这个问题 视频怎么看 我觉得限制 完全是 限制完全是正常的 就是 就每个国家都有保护自己权利 尤其当时中国的这个 这个病毒 现在到底已经变异 是什么样子 是一个 还是个未知数 因为在5月份 4月份 那个张文宏 他们写文章的时候呢 是说他90%以上 94吧 都是无症状 而且呢 不攻击肺部 而且现在中国出现 大量的就是白肺 他就往下走 所以很多人 血氧都到93以下 80几 他 奥米空现在已经 至少有100多种 的变种 那现在中国是不是一个 又 致死率很高的一种变种呢 会不会变成其他的 所以 美国和其他国家吧 他如果要采取这种 对中国的旅行啊 这些限制措施呢 就完全合理的 就可以理解 这是美国人提出来 但是呢 今天我是看到呢 比如说那个 余茂春先生呢 就写了一段 就说 对中国一定要这样 因为会如何如何 他用英文写了一段 但下面很多人支持 都中国人支持 但我觉得这个呢 就有点不一样 就 美国人 日本人 他们要为保护自己的国家 对一个不确知的一个 一个病株吧 他提出来 对中国要进行旅行限制 可以 也合理 但是一群中国人 在中国提出 在美国提出来 要对中国进行这种限制 这多多少少有点 有点奇怪吧 我只能这样说 这就像 汪精伟可以无耻 对不对 但他至少 他没有代表 日本向中国索赔 那我们看到的呢 其实不少的中国人 在向中国索赔 就是提出世界政府 就是各国政府 应该向中国索赔 那现在又提出来 这个病毒 第二次又是从中国出来的 又是一种新的 致死率很高的病毒 所以不光要限制 甚至要索赔 这你去看一下 已经又开始有了 就 一句话说吧 外国人这样做 完全是正确的 通常本国利益出发 一群中国人在外国这样做 我想多多少少来 这有些不合适 好 谢谢审品的分析 不过这个美国 日本就像刚才 这个语文提到 到底有没有变种病株 是观察各国 考量 会不会进一步 限缩中国旅客 这个出境的一个旅游限令 我们可以来继续来观察 这个事情 不过接下来 谢谢您收看明镜火拍 敬请您点赞订阅 打开小铃铛 并分享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 超级感谢 支持我们